一個努力照顧小朋友的媽媽 多年來經歷了多個人生低谷 最後成為了形象正面的健身抗癌勇士 但為什麼一隻突如其來的匿名鐵紋 就搞到滿城風雨 甚至揭開了她的真面目呢 大家好 我是原子 今天我們就來講講一個人物 麵包包 麵包包 如名剛成衛 一個在台灣健身界內有名氣的女網紅 IG上入著過晚的粉絲追蹤 她育有兩個兒子 亦是跳舞好手 她曾經表示自己早年因為車禍而幻想多發性硬化症 而多發性硬化症是一種中樞神經系統疾病 目前是一種不治之症 麵包包就因為這個疾病導致下半身一度癱瘓 被迫放棄舞蹈職業 之後回到大學校園進修 然後擔任廣告行銷工作 但是不幸的事接二連三地發生 她在2020年一次身體檢查後 發現自己罹患了第四期胰臟癌 其實胰臟癌初期的病徵不明顯 而且胰臟位於腹腔深處 不易發現腫瘤的位置 如果腫瘤伸在胰臟的中間或者尾部 甚至不會有任何症狀 所以多數病人在確診的時候 已經是末期階段的胰臟癌 胰臟癌的死亡率很高 患者的傳媒率甚至少於5% 是本港第六大癌症殺手 每年有近500人死於這個病 多年來都有不少名人 因為不幸幻想胰臟癌細細 包括Apple的創筆人Steve Jobs 哈利波特電影的石內卜 以及市裝界名人魯弗爺 而幻想胰臟癌的麵包包 決定在社交平台上公開消息 更加表示癌細胞已經狂散到胃部和腦部 在公開患病之後 麵包包以樂觀的心態面對病情 開始在IG上傳抗癌力情 他堅持運動鍛煉身體 又會分享自己努力健身的過程 也不時標注接受花療的次數 宣稱這幾年透過65次花療 免疫治療和高強度運動 令癌細胞進入冬眠狀態 漸漸改善身體狀況 他充滿正能量的抗癌態度 令大批網民佩服 認為他是一個抗癌勇士 而成為抗癌網紅的麵包包 就曾經接受由3個台灣癌症病人 創立的我們都有病的社群採訪 他在訪問中表示 離患兒臟癌令自己的世界都慢了下來 確診之後老公每天都以淚洗臉 他在訪問美星鼓勵其他癌症病友 堅持就看到希望 另外他也代言了一個患有淋巴癌的女生 所創立的假髮品牌 還提供優惠碼給消費者用 當中他可以獲得一成的收益 麵包包正面的健身抗癌形象 以及勵志的故事鼓舞了不少病友 在2022年4月 他和朋友一起開設了健康餐盒專賣店此刻 吸引了粉絲支持幫襯 不過在2023年初 他就宣佈了自己和前夫離婚 也安排了自己小朋友的照顧情況 更加透露自己和另一個男人再婚 但是他抗癌勇士的形象 即將要迎來一個大反轉 你知不知道我們經常都會用到的公共WiFi 可能會令我們手機電腦的個人資料 隨時暴露在黑客的攻擊範圍裡面 所以如果不想成為原子檔案下一個奇案主角 你就需要一個可靠的VPN 令你上網的時候防止追蹤 繞過內容限制和政府審查 而原子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是Surfshark的VPN 無論你訂閱哪個方案 連線裝置的數量都是無上限 雖然你和你家人所有手機電腦都可以即時受到保護 更加可以透過VPN收看其他國家獨家的Netflix精彩節目 而當中的Antivirus 更會保護你免受病毒、惡意軟件、數據外洩 以及私隱威脅的侵害 現在透過原子訂購的朋友 除了可以享有特別優惠 更可以獲得額外三個月免費 同時為你提供30天退款保證 如果你有興趣 就記得在下面的內容簡介區 可以按入讀家申請連結或輸入優惠碼Mr.Atom 在2023年5月9日 一個網友在台灣最大的匿名交流平台Dcard 以睡眠夜裡說說自己的經歷為標題發問 網友在內文提到自己目前已經離婚4個月 她指自己在三年前得知前妻離婚而妝癌 但女方一直堅持自己到醫院治療 而出於對老婆的尊重 她沒有強行跟對方一起到醫院 還陪她一起剃頭髮 接送對方出入醫院 不過令她覺得疑惑的是 老婆確診兩年以來 堅持健身對抗病魔 而且她從來都沒有見過對方的主診醫生 陳字證明和費用收據 而老婆在2021年的醫療支出只是台幣8480元 即港幣2370元 甚至老婆說自己要接受高風險的腦部手術的時候 她都從來沒有跟相關的醫療團隊見面 到了2022年11月 男網友透露前妻聲稱為了方便治療和運動 就帶著行李離開家 在一個月後她就收到了對方的離婚申請 而且在離婚短短11日後 女方竟然和兩個人原本的健身教練再婚 雖然這篇文章看上去單純地抒發個人感受 但網友所講有關老婆患病的資訊 都令人認為她暗示前妻可能從來都沒有患病 而雖然事主沒有講出前妻的身份 不過網民對照內民提及的事件和時間線 推理出她所講的前妻很可能就是台灣網紅麵包包 在前妻患癌鐵文事件三個星期後 還有另一個網友以抗癌鬥士照片士道徒媽為題發文 內容提到麵包包曾經上載過的X框照 脫頭髮流鼻血的照片全部都是網上偷回來 同時指對方曾經分享在醫院接受化療的照片 都疑似是網上的圖片或者重複使用舊照片 只是用不同的類鏡修改圖片再次分享 而且網民針對有關麵包包的抗癌過程 認為她的罪術幾乎不合醫療邏輯 質疑麵包包的抗癌故事全部都是造假 更有網民表示希望有醫生來留言分析事件 最後留下疑問 移座癌末期全身骨轉移 化療65次兩次心臟衰竭 是不是醫學奇蹟呢 當時有大批網民點名要求麵包包出面回應事件 在被揭發使用假相後一天 麵包包終於在IG上以410字道歉 承認抗癌的一切都是在說謊 我做了罪不應該的事 我方稱自己患癌 騙了所有人長達三年 對不起曾經對我付出一些好的任何人 她透露身邊最親的人都不知情 包括現任老公和物友 我知道自己罪該萬死 我自己選擇的都必須自己承擔 但請大家不要指責他們 或者逼他們作出任何解釋 他們和大家一樣都是受害者 除了向所有粉絲和親友道歉 她亦都和過往曾經合作過的廠商鄭重道歉 表示若過廠商需要賠償的話 她會全額負責 她在道歉文最後寫著 做了最錯誤的示範 傷害了我愛和愛我的人 這一切真是抱歉 不過原來假扮患癌這件事 可能並不是麵包包唯一的惡幸 在Dcard上 分別有人留言 自稱是麵包包的中學和大學朋友 自女方在讀書的時候就經常都騙人 他們得知麵包包宣布患疑臟癌的時候 都有關注她的情況 另外麵包包曾經說過自己在大學時期 因為車禍癱瘓 後來靠腹腔運動好回來 而對於這件事 亦有人踢包原來是假的 同時有自稱麵包包的前男友 在女方的IG上留言 透露十幾年前麵包包已經很可疑 拒絕兩個人拍拖的時候 女方就告訴她自己曾經被綁架和侵犯 更加在拍拖之後幻想免費顏低四期 隨時可能癱瘓 但是麵包包突然感謝上帝 被自己完全好了就和她分手 更加說 多謝你讓我知道生離死別的愛是多麼深刻 不過這個網民的留言很快就被人刪除 而麵包包也在道歉之後 刪除社交平台的一切內容 在這次事件裡面 除了麵包包受到譴責 她現任老公都被質問 事後她在IG 否白自己的感受 表示自己覺得很崩潰和失望 指自己對這件事絕對不知情 她又說她錯得很離譜 演得比很多演員都好 更加無奈感指自己 我真的變成了一個智障 這次辦病事件引發了社會強烈不滿 有癌症患者的家屬 分享了個人傷痛的感受 表示自己是癌症患者的家人 指親人離世之前身體好瘦和虛弱 在醫院睡了很久 他自襲麵包包的行為過分和嘔心 除此之外 亦有台灣的專業醫生關注事件 還有內科醫生姜乃蓉表示 多數移作癌患者確診的時候已經是晚期 而根據麵包包自信癌細胞已經轉移到胃部 和腦部的情況 通常這個階段的病人 存活時間只剩下半年至一年 同時麵包包指自己接受化療 和裝置人工血管 而人工血管是一種人工傳輸藥物的系統 用來執行長期的靜脈注射 減低傳統打針對皮膚和血管的負擔 姜醫生就指患者一般不應該好像麵包包一樣 進行舉重這些拿寵物的訓練 因為會對人工血管造成破壞 嚴重危害患者的生命 在這個時候 網民除了討論麵包包多年來不斷扮弱者的背後原因 更加提及一個不尋常的心理疾病 對於麵包包欺騙公眾幻想絕症這個舉動 有不少網民都認為它主要的目的 是以炸病來獲得更多的關注 為求成名不擇手段 藉著這個方法握走捐款 不過也有網民提到麵包包可能患有一個心理疾病 孟橋心症後群 這個病的由來可以追溯回十八世紀 一個叫做孟橋心的德國男爵 由於男爵很喜歡在晚餐演客的時候 講自己是戰時的經歷 將自己的人生描繪得好戲劇性和誇張 還被作家寫成書籍出版 所以孟橋心也成為了誇張騙子的代名詞 而有別於扮病騙錢的說法 孟橋心症後群的患者並不是為了金錢利益 而是希望其他人見到自己受傷和虛弱的一面 成為其他人關注的中心 外科專科醫生白映如指出 這個心理疾病的患者通常會有四個常見的症狀 第一 去報自己的症狀 他們可能會加入病友的團體 講自己憑死有奇跡復活的經歷 第二 修改身體檢查結果 例如測體溫的時候 先會拿溫度計去加熱 假扮自己發燒還將照片放到社交平台 患者都可能會將血液混入尿液 企圖令檢查結果出現異常 第三 只行創造症狀 白醫生提到患者可能會自己創造出傷口 還方稱是意外引起 又有機會故意地食藥 產生著頭患甚至昏迷的症狀 第四 只行加重傷害 有患者會在傷口故意查多些泥 令傷口看下去更嚴重 增加感染機率 不過 馬喬心症後群的成因不明 有指患者可能在小朋友的時期受到忽視 或者曾經真是因為健康問題而事上住院 然後發現自己能夠因為健康情況不好而獲得關心 而現今 患者在社交平台上發文寫著 又住院了 不要擔心我這些說話 就能夠獲得大家的關心留言 感受自己存在的重要性 麵包包 多年你不斷患病來騙取其他人的同情 究竟他是為了成名 為了騙錢 還是因為患有孟橋心症後群呢 不過 的確多年來 世界各地都充斥著扮病的偏案 在過去的2022年 就有另一個跟麵包包背景相似 同樣是兩孩之母的抗牙網紅 因為被揭發了母患病 但收取大量的捐款 被判加五年和罰款 雖然麵包包曾經承諾會負上責任 但到底他的行為在台灣法律上 有沒有牽涉到詐騙的成份呢 也說他只需要低調行事 這件事最終就會不了了之呢